你们做么梦到过陌生的异性吗 这个网友晚秋给老朴发了这么个投稿 有这么一对夫妇以卖菜为生 每天去城里的蔬菜批发市场就批发菜 然后第二天早晨在当地的农村卖 某一天的黎明时分 这个丈夫起来之后就跟老婆说 自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就梦见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 在这个梦里就问她 我漂亮吗 这个丈夫梦里就回答了 说漂亮 然后那个女的就跟她讲说 那你既然说我漂亮 那我嫁给你吧 丈夫呢没有答应说你是漂亮 但是呢我不能娶你 因为呢我有媳妇和孩子 这个时候呢这个漂亮的女人就讲了 你不要这么快回答我 你可以考虑一下 我给你留个电话 如果你想娶我了 给我打电话 然后呢丈夫就醒了 那老婆听完之后呢 就问这个丈夫 你还记得那个号码吗 丈夫呢点点头啊还记得 老婆就说了你打过去试试呗 结果丈夫呢一拨这个号码 还真打通了 对方呢就说话了 喂你好我是某某火葬厂 哇这个丈夫呢 吓得是立马把这个电话给挂了 然后呢老婆就说了 这个梦的不太好 今天啊不要出去卖菜了 丈夫就不乐意 说那怎么行 今天不卖菜就烂了啊 那老婆也说了 烂了就烂了呗 咱也不能去啊 结果呢两口子就吵了一架 丈夫自己去了 出门没多久 在两村的交界处啊 发生了车祸 被一辆大货车给装了 送到医院啊抢救无效 无独有偶 这类似的呢还有一个故事啊 说有这么一个妹子啊 也是做梦 就梦到一个帅哥 梦里呢这个帅哥啊 就跟他讲说 美女做我的女朋友好嘛 这个妹子呢本身是单身啊 就说好呀 然后两个人呢就在梦里啊 就去了很多陌生的地方玩 最后这个帅哥就问这个妹子 你愿意嫁给我吗 那妹子呢就说愿意 然后呢帅哥又说了啊 那明天中午12点 我们到某某公交车站见 那这个妹子第二天一早醒来之后呢 就很开心啊 觉得说这是上天啊赐给自己特别的缘分 还跟自己的闺蜜啊说了这个事 闺蜜就觉得很无聊了 对吧 你一个梦而已嘛 但这个妹子呢她很认真啊 还跟这个闺蜜啊 就形容了这个帅哥的长相 高高的白白的啊 嘴角呢有颗痣啊 笑起来很阳光 然后这个妹子呢 就非要拉着自己的闺蜜 跟她一起去赴约 两个人呢梳妆打扮之后就出发了 到那个站台的时候呢 已经是11点半多一点的样子了 因为是中午嘛 这天气就比较热啊 闺蜜呢就抱怨啊 说这个女生傻了吧唧的啊 你因为一个梦 站在这里晒太阳 就有点不开心 那这个女生一看时间 马上12点了 就拉着闺蜜呢 说不要走再等等 然后呢 为了讨好闺蜜啊 就跑到马路对面 去买了两个冰淇淋 结果妹子买完回来的时候 一辆汽车飞过 妹子重伤 闺蜜当时都傻了 等到车上的人呢 下来处理事的时候 这个闺蜜就一直跟着啊 也通知了这个妹子的家人 后来呢 妹子送到医院抢救无效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闺蜜也了解到 那辆车啊 之所以开的飞快 是因为一个青年在异地 不幸事事 那家里人呢 给他火化之后啊 就带着他的骨灰 往家里赶 在处理整个事故的过程中 闺蜜呢 又恰巧看到了那个青年的遗照 白白的 嘴角有颗质 看起来很阳光 和妹子梦到的那个男人 莫名的相似 哎 所以啊 这个真的是无巧不成书啊 当然呢 在梦里呢 如果真的梦到一些陌生人啊 问题之类的 尽量不要回答啊 好了 我是老飘 让我们下个故事见